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年24岁的小丝 是江苏高游的一名厨师 平日除了工作 生活十分简单 可最近他兴奋不已 因为他碰到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2012年7月的一天 小丝上网时 网络页面上突然谈出了一个对话框 有一个网名叫寻有情人的陌生人要和他聊天 网名寻有情人说 自己叫李香花 27岁 一米六五 温柔美丽 丈夫是香港珠宝商 因病失去生育能力 所以想找有缘人帮他怀孕生子 如果愿意可以先付五十万元订金 孩子生下后更有一百五十万元的重谢 这听上去可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而且这个馅饼还是桃花馅的 这么一大笔钱是小丝打工几十年都挣不来的 小丝比中了彩票大奖都高兴 又能认识美女 这运气好的话还能挣一大笔钱 谁不干呢 他就急着跟这个美女要见面 说起见面的事 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 说小丝得先给他打三百块钱 这叫诚信费 一听说要打钱 小丝就有点犹豫了 对方就解释了 说我也怕上当受骗呢 这打钱呢就表示你有诚意 诚意就这么简单的表示吗 钱刚打过去 小丝就接到对方的电话 说人已经到了高邮 小丝提出见面 李香花让小丝和自己的父亲商谈 于是小丝又给李香花的父亲打了电话 电话里李香花的父亲说 如果要见面 还要再打四千八百块钱的法律公证费 小丝觉得公证费的要求也算合理 于是他又赶紧到银行把钱汇了过去 谁料等了一天 也没有见到对方的人影 这时小丝又接到了李香花父亲打来的电话 说见面之前还要办一件事 因为李家要给小丝五十万元的见面订金 要拿到订金 小丝要再掏一点五万元的银行手续费 当时我就得了吧 什么银行还要血这么多啊 然后他说你打过来了 你把这个一万五千万 把这个血就拿过来 然后把这个五十万就转给你账户上 之前小丝已经先后给李香花汇去了五千一百块钱 这些钱都是他做厨师辛苦积攒下来的 现在手上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可一想五十万的订金 小丝又心动了 过来我说的主要我没钱 他说你没钱你只是想办法 然后我就回家 拿我的父亲全走吧 去赏了一万五 谁想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之后的一个多月 对方又以服装费化妆品费等名义 管小丝要去了五万多块钱 还有你要不要这个钱呢 只要一块钱呢 他当时说你要不要这个钱呢 他说钱肯定要啊 他说你还有什么 还有几次要我打钱呢 他说绝了一次了 绝了一次打了八千八万 至此从七月到九月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小丝总共给对方汇去了七万七千多元钱 可小丝没想到最后一笔钱打过去之后 他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这时小丝害怕了 只好来到公安局报警 前前后后一共七万多块钱 这里边大部分是小丝当厨师攒下来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小丝背着家里人 从那个家里的存折上偷偷地取的 小丝的这个艳遇真够贵的 就在警方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 又有人来报警了 这回来报案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巧的是他描述的情形跟小丝的经历几乎相同 来报警的男子叫李震生也是高游人 今年五十六岁 他说2012年9月1号那天他买了一份报纸 上面有一则求子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广告上介绍张月三十岁 一米六五 夫爱睹入狱 因夫在狱中患下病症不能生育 为救这个家和父母 商议集寻外地陌生男求运 若电话谈妥素贿定金五十万 如友运再众筹一百五十万 一次性了断永不来往 旁边配图中的女子年轻性感靓丽 李震生说 他的母亲瘫痪在床多年 为了照顾母亲 他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反而是妻子一人在外挣钱养家 如果能和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结缘 帮他怀孕生子 不仅能有一段艳遇 还能得到一百五十多万元的酬血金 大大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 李震生决定适时运气 于是他立即给广告上面的电话 打了过去 他一看重金的诱惑呢 我帮他生个小孩 我能得到三十万奖金 可能在利益的诱惑下 他就答应了 对方也向李震生索要了诚信费 第一笔是五百元 还说如果不相信此事是真的 可以跟他的律师联系 第二天 对方所谓的律师 就给李震生打来了电话 律师告诉李震生 他全权代理张女士 重金求子的一切事宜 这个是光木云讲话感觉 我一看是听 想可能 我一想应可能是发得上 尤其是发得四十万 还是第四五就想应了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李震生按照对方的要求 汇去了五百块钱 然后就期待着立即见到那位 貌美如花的张女士 以及巨额的酬金 和小思的遭遇一样 对方先是骗他到了高邮 然后以服装费 银行手续费等理由 前后半个月的时间 管李震生 要去了1.15万元 之后和前面小思 遭遇的情形一样 这位张女士 始终以各种理由 推脱见面 最后索性说 自己的父亲去世了 要回去奔丧 50万元定金 已经给律师了 让李震生找律师要 李震生赶紧来到银行 进行查询 但却没有一分钱入账 一连几天 李震生天天来银行 他的反常行为 也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 银行的工作人员 感觉李震生 很可能被骗了 银行职员 还是一边和李震生聊天 一边想派出所报了警 看到这儿 您都明白了吧 相同的地点 一样的原有 如出一辙的手法 小思和李震生 都叫人给骗了 而且可能是 同一伙人骗他们 高游警方 基于这种怀疑 就把这两起案件 并案侦破 被骗的小思和李震生 都没见过骗他们的人 就知道对方的手机号码 于是 办案人员 对嫌疑人的手机号码 进行了调查 但他们发现 这两个手机号 都停机了 而且还查不到 手机号的任何信息 警方又调查了 李震生买的那个报纸 结果那是一份 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 非法报刊 发现这个是 一个无刊号的 就是小报纸 所以是个人印刷 这个路线 我们就基本上断了 此外 小思提供的 所谓李香花的QQ号 警方也没能查到 有价值的信息 手机 报纸 QQ的线索 都行不通了 那剩下唯一能查的线索 就是嫌疑人 提供给小思 和李震生的银行账号了 虽然嫌疑人 用虚假信息 办理了银行卡 但在受害人 汇了钱之后 嫌疑人 总是要来取钱的 经过查证 嫌疑人取款的地方 是在江西省的景德镇 办案人员 随即从江苏赶到了景德镇 在嫌疑人取款的四个银行 调取了相关信息 调取了近一年来的交易明细 发现这张银行卡 有全国各地的 有关的人 像这张卡上不足的汇款 总金额大概有20至30万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账户里就有二三十万元的钱汇进来 警方判断 这些汇钱的人 很可能与小丝和老张一样 是被骗的 与此同时 办案人员也调取了 嫌疑人取款式的银行监控录像 经调查 这名男子姓张 44岁 景德镇人 2012年9月15号 民警对张某实时抓捕 在张某的家里 搜出了三部电脑 电脑上有上百个QQ号 同时还有多张银行卡和无线上网卡 以及多部手机 经查时 在2012年7月至9月之间 张某和妻子吴某 编造李香花 张美芳等所谓求子富婆 供骗得小私等受害人 人民币11.7万元 但是对于高游的李震生 张某肯定地说 他没有骗过 警方经过仔细地调查发现 骗李震生的 李确另有其人 也是来自江西 但不是在景德镇 而是在南昌 办案人员又赶赴南昌 在银行调取了嫌疑人 取款时的监控录像 突破这个调阅银行的录像 发现这个取钱的 正常是两个人 一个是男的 四五十岁 还有一个女的 也是四五十岁 警方最终掌握了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李某51岁 江西鱼干人 唐某51岁 是李某的妻子 2012年10月15号 警察在南昌 李某租住的房屋内 将其夫妻二人抓获 怪是怪我 我是王某 地法人一点都不懂 经公安机关查史 李某夫妇利用报纸 刊登重金求子广告 虚构身份 骗取多人2.8万多元 其中包括李震生的1万元 法院对这两起诈骗案 相继进行了审理 在庭审的过程中 几名被告都说 本来他们就是抱着 试试玩的心态 登个广告 没想到这个钱 这么容易骗到手 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其中的细节 真是令人深思啊 其实像这样的诈骗案 警方已经破了很多了 我们媒体也报了不少了 那为什么这种骗子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得逞呢 主要的还是一种 就是想赞小便宜 或者认为这种好事 非常容易得到实现 天上就掉了个线饼 他正好在下面等着 他可能也会存在这种心态 目前小思和李震生 被骗的钱都已经追了回来 而记者采访时发现 在高油汽车站的一些小报刊上 我们依然能够见到 有大量的重金求资广告 不仅在报纸上 网络上也充斥着 大量这样的信息 办案民警按照上面的电话 随机拨打了出去 你是叫李娜吧 对 我本名就是李娜 我这个最后可以拿到钱是吧 对 通账完以下 够你五十万的定金 补助你的身体你知道吧 三天后后 法院成功再给你一百万的头牢 买断我们所有的关系 不要再来我了 知道吧 这表示你不是跟我 跟我开玩笑的 我会暂且说 这个过程程性近三百人 请问李先生你能接受吗 办案的民警表示 对于这类诈骗 他们会发现一起 长出一起 但防骗的关键 是人们不要轻信 仔细想想这些骗局 我们不能看出其中的门道 那就是以找人代孕为名 以高额回报和美色为诱饵 而编织了一个财色陷阱 一旦受害者经不起诱惑 你打电话了 骗子就会以先交诚信费 还有个人所得税等等为名 要求你给他汇款 等他骗了你的钱了 这人就找不着了 骗局缓缓相扣 让受害者迷迷糊糊 防不胜防 但此类骗局 不管内容怎么变 根本的手法是大致相同的 他们就是抓住了 受害人的侥幸心理 随着受骗者越陷越深 他要求你汇钱的那个数目 也就不断地增加 所以你看 他抓住了人的贪念 一旦有了贪念 再荒唐的骗局 也有愿者上钩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